趕快帶我們來看看 通常到了第四季 基金經理人縱觀現在的狀況 他會怎麼樣做投資布局呢 基金經理人 你的朋友們最近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一個話題 說光輝失業有沒有來 然後再來是美股 第四季誰要領航 我們討論這話題之前 我們先看美國政府 到底有沒有關門 這件事情大家比較擔心 你知道嗎 還好在台股在開盤前 24小時之內 他沒關 美國兩黨終於達成了一個協議 就是說終於我們先不要關門了 達成了協議 把這個話題延伸到11月17號 之前我們都可以同意 美國正常開門 美股繼續交易 你知道美國政府只要一關門 關門一個禮拜 就影響美國GDP 0.2個百分點 非常非常嚴重 而且會影響到 整個交易的信心面 所以大家對於 以前美股關門 美股崩盤那件事情 非常的緊張 還好今天美國送了我們一個大禮 今天整個亞洲盤開盤前 過關 然後今天的10月第一個交易日 也都紅通通的 今天其實整個亞洲盤 今天就只有台灣跟日本有開盤 主要國家 所以我們收了這個大禮 那我們再來看 美股第四季的展望 我們到底要看什麼東西 如果以top down 就是總體經濟來看的話 我們要先關心的是 美債利率 會不會繼續的再攀高 特別是為什麼台股第九月份這麼的差 我們講說美股九月份跌了大概4%到5% 台股九月份被外資提款了3700億這麼多 主要是大家對於高息的緊張 就是說它會幅度會更高 然後時間會更久 這個美債 所以會整個錢從亞洲抽出去 這個是一個美債的點證圖 我們就發現說 根據最新的點證圖會從5.25%到5.5%之間 今年大概維持這樣的一個利率區間 那頂多明年到下半年再升級一碼 到這裡 對 然後就會下去了 我們現在是在哪裡 現在大概在差不多這裡 對 從這個點證圖來看的話 就是預估今年大概就這樣 接下來預估的 然後會到明年然後才會降息 對 為什麼整個九月份 美國跟台灣都被拖累這麼慘 就是因為摩根達通的執行長戴萌 他又出來說 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7%的利率 這個此話一出 讓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對 所以他不當來講的話 如果第四季 美債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風波 其實大家是看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要看什麼東西 看什麼類股 第一個我覺得AI再起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我是個人是看好的 AI要看什麼 就是看輝達 輝達我們之前推出了 A100 H100 你知道最新 他們明年要推什麼嗎 要推B100 連這個格式都出來了 這個B100 它是用前兩個改良板 變成用小晶片堆跌的方式 簡單來講 這是它可以傳輸速度更快 提供更多的算力 譬如說B100 它可能比現在的A100 H100 價格多20% 所以大家是看好這個B100 它的算力 可以提高100%左右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它的創新的程度 有這麼的好 我們看全球前100大市值裡面 美國佔有63家 其中科技也有20% 有20家 今年的美國尖牙股 贏全球的指數高達60% 領先幅度60% 你可以講這麼多 就是因為美國的科技 它的創新 所帶來全球資金的挹注 所帶來的溢價的空間 美國一直在創新 都顛覆了大家使用的習慣 帶領了下一步的趨勢 所以變成說 明年來講 不管是第四季 還是明年來講 我覺得AI 我們要繼續持續去關注 所以AI主要是看回答 對不對 對 其實今天的股市已經跟你講說 第四季 AI有機會可以再起 它的A100 H100 不管A800 H800 台灣的供應鏈 大概就是第四季 開始慢慢的 9月份開始慢慢的出貨 所以營收看起來 可以慢慢的往上疊加 這是一個比較開線的事情 是AI 對 再來從明年下半年 要推的B100 今天的報載也推出來說B100 當然這是一個話題先提出來 相關的規格也都沒有完全的出來 但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灰達已經為了明年再做準備了 所以AI在起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貫穿第四季 貫穿明年繼續的一個話題 那第二個再來看的是 我們要看什麼東西 我們講到尖牙谷今年非常好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下一張CG 你知道今年的Nike有多慘嗎 它是落水狗中的落水狗 今年的這個 我們看這個揮達漲兩倍三倍 今天Nike你知道漲多少嗎 漲多少 是跌 是跌兩成 所以當美股在漲 科技股在狂飆的時候 這個Nike是反向在跌 今天跌了兩成 為什麼 就是因為Nike最近一直在降價求售 為什麼 因為總金不好 大家不敢花錢 消費力下降 不管是美國中國 它對於衣服鞋子利 它的這個都賣得不好 所以它只好降價求售 降價求售變成說它的財報就不好看 資金又全部跑到了AI那邊去 可是Nike的法書會 在這一兩天公布出來說 其實我最壞已過 我最壞 而且我就算我降價求售 我的毛利率在第四季未來來講 它可以年整率可以轉正 所以今天的這個台股 不管是AI也好 或者是Nike概念股 都有全面的一個翻揚的一個曲 那再來第三個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要看的是原物料概念股 雖然美國在打通膨對不對 那中東就讓它油價一直在起來 現在油價已經扣關到 大概100塊美元左右 雖然這不是美國所樂見的 可是它這個事情已經發生 那美這個石油一上漲的話 整個乙息丙息整個丁二息 整個原物料的供應鏈 報價又往上漲 所謂低價庫存的這個概念 又會慢慢的蠢蠢欲動 所以美股來講的話 在第四季 它有AI重新再起 這個消費的題材 再來還有這個原物料的蠢蠢欲動 所以整個多銅的可用之一體 雖然不止